再看下面 孟子曰存其心仰其心 所以是天也 这个出字呢 孟子尽心偏上 孟子曰 尽其心则知其心也 知其心则知天也 存其心仰其心 所以是天也 那么 他这个里面呢 孟子尽心篇这里面 除了以上刚才所练的这个 还有 夭壽不二 修身以四肢 所以利命 我们先用白话来解释 孟子这一篇的 尽心篇上这段经文的意思 孟子说 你充分应用 你的心性的思考的人 我们一般讲叫尽心尽力 知其心者 就知道人的本性 知道人的本性 就知道天命 保持心灵的思考 保持心灵的思考 涵养本性 这就是对待天命的方法 所以是天也 无论短命或者是长寿 都一心一意的去修身 以等待天命 这就是安身利命的方法 这一段如果用 了还素性里面的利命之血 我觉得还可以用佛经的角度 用佛法的角度解释得更唾臭 如果是纯粹从孟子这个经心面 我们去把它字面上解释 儒家是告诉你今生 如何安身利命 这是儒家的看法 孟子告诉你 你只要存其心 养其心 就是你对待你的命运 对待你去事后上天 不管你是短命长寿 你都用这样继续修行 来等待上天的回报 这就是安身利命的方法 那就是儒家的说法 那么如果我们结合了 了还素性里面的利命之血 改革之法 祭善之方 牵得之效 那么在利命之血里面 了还先生有提到 尹古禅师有跟他开示的 跟了还先生讲如何去改命 那么老法师在解释 了还素性里面特别讲 老法师说所谓的天命 就是你前世的定义 是你累世的定义 也就是定数 你过去生 无死解来 你所造的这个善业跟恶业 就决定你在这一世里面的热报跟苦报 这个是你过去生 你所造的生口意的行为 他所决定的定数 那这个在福音上解释 这个叫定命 就定数 那如果去改变这个定数 就必须要创造变数 那就必须从心性上去改变 就是了完先生的改过心善 所以颜了完先生听了尹古禅师的开示以后 他就反省自己能不能得到这个功名 能不能有这个福报 也没有这个儿子的命 后来了完先生自己很谦卑的欢迎说 他的毛病息息很多 他没有这个福报可以得到功名 没有这个福报可以得到儿子 那颜古禅师就将他改过 那么这个地方讲尽其心者 就是我们佛家讲的策悟本心 也就是说你明心见性 见性成果 你彻底明白自己父母未生前本来的面目 也就是我们佛经上讲转迷为物 转返成圣 这叫尽其心者 你能够缓迷为物转返成圣 你就能够转烦恼为菩提 所以文殊师尽不照说 至心一次无事不办 你把见尸或破掉 尘杀或破掉 再破四十一品根本无名 破一品根本无名 你就可以见法身 这叫尽其心 知其心 知其心就是佛家里面讲的见性 知其心就是你能够见性了 知其心就是你能够见性了 那就知天命了 知天命 什么叫知天命呢 你能够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你就明白因果了 明白因果了嘛 那你明白因果以后 你就了解自己 明白自己素素里面的这些 我们想说你测证法身以后 你就恢复六通 那六通以后 你的宿命通就现前 你就明白了嘛 就像安世高大师一样 他明心见性了 见性成佛了 他来中国 反两次命战 他知道过去生他误杀别人 这一次也是被人家误杀 一次是在广州那里反命战 他又回到安息国了 又舍掉王位 舍掉国王不作 又到中国 又出家就远到中国来了 那么第二次来的时候呢 就到广州去找前世杀他的人 那个已经变成老人了 他再请这个老人呢 带他去跟他去会计县 就先来浙江跟江苏这一带再混 另外一次明战 也都是被误杀的 他两次被误杀 过去生他误杀别人 这一次也被误杀 这叫做知天命 所以呢 真正呢 真正到开悟的境界的人 也就是这里讲 存其心 养其心 真正 明信见信的这些菩萨呢 他已经入不恶法门了 入不恶法门 他已经没有我执 没有法执了 他没有我执 没有法执 他怎么来个长寿呢 跟短命呢 他知道延起信空啊 他知道这个因你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我说即是空啊 他了解这个空性以后 长寿跟短命 对他来讲 是平等不恶的 所以他可以妖寿不恶啊 为什么可以妖寿不恶 他入不恶法门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对待了嘛 因为在凡夫的境界里面 他还有对立嘛 还有能守 还有长寿跟短命嘛 等到他开悟以后 敏心坚信坚信成火了 他正法身呢 他就入不恶法门了 那入不恶法门的时候呢 他了解人生是仇业而来的 那么 对他来讲 对菩萨来讲 就像安什高大师一样 他了解自信不生不寐 所以他就可以做到 这里讲的妖寿不恶 那么修身以释之呢 怎么样达到这个境界呢 佛经上解释说 借修德显信德 这叫修身以释之 释就是等待嘛 借修德显信德 九秀百千结 物在刹那间嘛 这叫修身以释之嘛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可以立命 就是 他就可以创造命运 创造命运了 他就证得慧命了嘛 这个立命对菩萨来讲 对佛家来讲 真正能够了生死 离开轮回的 那就必须要 敏心坚信坚信生活 那才是真正的能够 见到自己的法生会命 那才是真正的脱离生死 那才是安身立命 所以用佛家角度 来解释梦的这一段 他就很究竟了